喂 喂 你好 丁小姐 有位姓段的接手来办法 让他上来 加油 吃口 要吗 你不走吗 加油 哎 加油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啊 一定要在他表现出 喜欢你的瞬间 立刻表白 让他没有后悔的余地 好 加油 加油 坐下 吹入了 哦 哦 对不起啊 我本来是想找物业的 但是 物业说工人都下班了 我实在不知道去找谁 所以我就找你了 没事 你不是其他人的 哦 他们今天晚上都有事 都不回来 啊 好了 以后啊 别什么东西都往水池里扔了 哎 对了 你这手 没事吧 你看看 你这膏又好使嘛 你说你啊 通一个水池 都能把手给弄坏了 真是没谁 这下你赖不掉了吧 你干嘛 但是 你 不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什么 你刚才都那么紧张我 我都看出来你喜欢我了 你怎么 你不好意思承认啊 既然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的话 那好 我们在一起吧 嗯 哎 哎 你干嘛呀乱去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因为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你是结婚狂 而我不想结婚 啊 哎 对不起 我还要轻点啊 好了好了 哎 你说我是不是误会了 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喜欢我呢 不可能 你要相信我的专业判断你 那他为什么不结婚呢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不结婚的人呢 那我就不想啊 至少现在不想 我也是 我也是 哎呀你们别闹了 他跟你们不一样 第一 他没你那么狂 第二 他没你那么刚 第三 懒跟你说的 反正跟你们就是不一样 人可以不一样 你的想法可以一样啊 你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太久了 现在不想结婚的人 一抓一大把 像段序这种 不婚主义 遇到你这种结婚狂 当然有所顾虑了 不过 如果他今天晚上真的跟你在一起了 我倒觉得比较像渣男 我怎么这么惨啊 我怎么就不能遇到一个 跟我需求匹配的人呢 需求匹配容易 但如果情感不匹配 早晚也得完蛋 反之 同理 所以呢 与其寄情于人 不如寄情于工作 在投入产出比赛来讲 至少认真工作 收获一定更大 还可以寄情于杀生碗 什么东西啊 我的漫画男神 怎么那么多男神啊 后宫家里一发 说我的事情 你们认真一点吗 是 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们有发现 我们三个最近轮流倒霉 是不是 小杨 你那个护身符 怎么不灵呢 你 这个 你们都随身带着呢 你们都烧了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温小杨 你小孩从哪儿随着我挂 你还见不了关门 干嘛 我出来 我 还有脸乐呢 说吧 怎么破 我觉得吧 得需要来一场活动 冲冲洗 最近不是快过节了吗 我们来一场场派对 然后呢 玩也玩了 试着聊 各位艺霞如何 可以啊 我没劲 姐 怎么样 可以 好的 对 最好那个 变装牌去啊 为什么 这 这 那个 就是对症下药嘛 哎 哇 挺好 你撕了干嘛 我不给你冲洗 破坛 你妈 肯定的 我这 你没怎么想 我说 你怎么不看 我睡觉 我 sebenar 你还爱我的 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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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很惹 我睡觉 我睡觉 你心里面 我睡觉 这周六五我们约会吧 再过几天 咱俩合同就要到期了 我想 再和你好好约会一次 就算要结束 我也希望最后的记忆 只是你和我 很抱歉 我约了我闺蜜一起过来 那我能和你一起吗 可能不太方便 明白 那 提前祝你节日快乐 你也是 好 好 早 早 早 够漂亮的了 我知道 莎莎那边怎么样了 哎 哎 费劲着呢 我最近啊 各种跟办案部的人 淘尽过 看我天天装容精致 不过呀 我绝对有戏 你干嘛呢 欧尼 老六说 明珠影视需要一个 新的美食节目 他们需要一个长出嘉宾 那么想推荐 咱买主厨过去 但是档案里需要生活照片 咱们手里也没有 就批一个 那你就直接去找白主厨啊 你这方法也太奇葩了吧 我跟你说啊 节目组现在还在审核 你万一没选上 你提前找人 白主厨说了 你多尴尬 关键是丁总觉得 这个方案也不可行了 这上节目做宣传 这好事啊 是不是 而且 你说咱们部门 自打酷意的事情之后 什么动静都没有了 我觉得 咱们应该赶紧跟总监说说 这不仅能给他们酒店争光 也能给咱们部门做做业绩吗 是不是 我也觉得 老刘 你作为咱们部门 诚实可靠的小郎君 你的方案通过率 可是最高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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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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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很浓郁 还不腻 不然觉得很清爽 这味道 简直和提雅的主厨 做得不上上下 像提雅这种老牌的 西班牙餐厅 做出来的味道 肯定不会强 不过我敢说 提雅的主厨 可做不出这样的味道来 其实我们的白主厨 为了找到这其中的一位配料 可说是把整个上海 翻了个底朝天 找到之后 又经过解翻的试验 调配出最好的口感 这可是全上海独一份啊 白主厨真有匠胜精神 连哥 你觉得呢 挺好的 形象跟能力 都是佼佼者 不过丁总 我倒是要提起 我相信你一下 就算白主厨 来参加节目的录制 我们也不会为酒店 做任何宣传的 毕竟你也知道 这位和节目的赞助权 已向冲突 节目 向什么节目 抱歉 没有时间跟你商量好 本来是想说 等对方确认好了 合作意向之后 再告诉你准确消息 恐怕要让你们白费力气来 为什么 你不想去 我是一名厨师 我的职责是为顾客制作美食 我不想利用美食 来彰显自己 或者是衬托别人 更不想作秀给观众看 作秀与你的追求并不冲突 你可以凭借着 明珠影视的专业水准 还有在业界的影响力 我相信等节目播出之后 肯定会有很多人 慕名而来成为你的顾客 欣赏你的美食 不好吗 慕名而来 对我来讲 就是来做热闹 而且我还要上班 食菜 真的没时间 抱歉啊 白夏文这样的大男子主义 你跟他讲道理 有屁用 你就得用计较法 一记一个准 这我可不擅长 你打电话给我 不就是让我出手吗 懂 一切靠你了 好姐妹 这个好玩 什么时候出手啊 嗯 今晚 好 那我们就按现在这个方案来 然后带一些 你去跟腾主 沟通一下 好 好 再会 干嘛 你说 你为什么不结婚 我不跟你闹了 我伤得死我去 你不要走 别拉着 你让我走 你不说清楚 我就不让你走了 因为刘柯 刘柯怎么了 他是我好兄弟 你是他前女友 我不想 也不能和你在一起 可我没有对不起他 是他先变心的 那我们见面也会尴尬 我不想这样 你来这个呗 这太有料了 这个 穿的也太少了吧 你好身材 就要弄不出来啊 就它 就定了啊 你就来这个 你走 老白 周六那天 我们准备搞一个 格子游戏派题 跟我一块呗 你去吧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肯定怕 我怕什么 怕我呀 你不去那个节目 也是怕我吧 我怕你什么 怕爱上我呀 准备 这种激将卡对我没用 我们白主厨呢 他只是不愿意去 作秀给别人看 就是 我们老白 平时多低调啊 什么调我低调 我看 成熟不知心 第一 根本不知心 自己做的东西 不敢公开拿给他 第二呢 他离我太近了 控制不了你自己 哎 我跟你说啊 有一天晚上 别听他胡说八道 去就去 到时候 谁控制不了自己 还不一定呢 去哪里啊 节目还是拍摄 都去 上罐 好幸福呀 好幸福呀 就这样简简单单地 跟你待在一块儿 好 小雄 節日快樂 什麼呀 你自己看 我可以現在拆開了 你自己決定 這個理由太棒了 那我現在也是有別理科夫 真偽的人了 你喜歡就好 我太喜歡了 謝謝你老主 可是 我什麼禮物 都沒給你準備 哦對了 今天晚上 我們家姐姐要準備派對 你要不要起來吧 反正我姐已經不反對 我們來在一起了 我 抱歉 我 今天晚上還有些事情要處理 不能陪你去了 再說你們女孩子在一起 自在一點 我去了 晚上尷尬了 這是工作上的事嗎 算是吧 好 好 你該去上課了 快去 又不是你的課 沒有預算 我再陪你做 聽話 不然我把 禮物收回來了 你休想過 那去 老爸 你別走 你不要走 讓我去上課啊 記得小碗 我 我 我 你要去上課啊 時機 姐 走吧 我等一下 別再加等你 姐 公志 公志 請問今天釋放的人 都出來了 都出来了 下午还会有吗 不会有 确定是今天出医吧 确定 我几天先打个电话 如果在里面表现好的话 被提前释放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 如果又犯了错误 加刑也是有可能的 谢谢 杜老师 杜老师 好久不见 杜老师 请进 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好 即日快乐 你怎么回来了 我想跟你引起过呀 哦 可是 有约了 抱歉 啊 没事 怪我没有提前跟你约嘛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那要不我送你过去 这样 可以给你待的时间长一点 有什么东西 要不我 不是我的 我 让你要回来 我 吧 我 老白 我倆一起合唱的一首 《青年之戀》呗 我不配 我不会 不扯 大雪文一会演唱 我倆不是一起唱过吗 姐妹妹 你们的造型 太好看了 你这也不错啊 不错吧 这水冰乐不赖吧 我很装吗吧 老白 看到了吧 这才是 好姐妹 来 不错吧 可以 有事 开始我们的啊 十五二十十 多久吧 十五二十十五 大概十几分钟吧 不过 我还带了个朋友 什么朋友啊 吴总乱是狗友啊 哎哟 您笑得很微妙啊 不是男朋友吧 所以不是你男朋友吗 什么什么 谁 什么男朋友 谁什么男朋友 哎呀 瞧姐 你有男朋友吗 啊 谁啊 叫什么名字啊 对啊 你怎么告诉我嘛 我手的呀 啊 行了 一会儿就到了 你们自己看吧 我再开车 先挂了 丁慧桥你完蛋了 你快点说呀 咋子 我什么 马上到了 说什么呀 所以 今天晚上 我是要被官方认证为 丁慧桥男朋友的意思啊 哎呀 他们瞎闹的 就算你不承认 他们也会照自己的理解来 不用理他们 我为什么不承认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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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喝这么多干嘛 哎呀你说 你吵架跟我男朋友了 为什么我没有男朋友啊 我还想不知道 你去哪里了 乖 乖 乖 哎 你你你 你还有我们呢不是 凭什么呀 刘柯犯的 凭什么要承担我一个人啊 为什么我爱情这么难呢 这么难 不行 我要罚我一句话骂 段旭 你是个渣男 你骂 渣男渣男 渣男渣男 渣男 渣男 啊 好了好了好了 走吧走吧走吧 什么东西 你不要接祸吗 什么难借口 渣男 说什么呢 渣男渣男 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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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囡囡 别 渣男 我來了 大忙人總算來了 對不起啊 這路上實在太堵了 你這太有腰了吧 看什麼 開著我看著 你得知道 太精彩了吧 你也很可愛啊 所以 你的男朋友呢 在外面等著嗎 在外面幹嘛 人進來呀 進來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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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閨閉 昆如雪 還是溫森 你好 你好 我來看看 小姐 你來的 你這是喝了多少啊 我來看看男朋友 你好 我好像在哪兒見過他 那個 我 你就是溫如雪 在三亞那個男朋友 對不對 我在他電腦裡見過你 我當時 你喝多了吧 你不說什麼呢你 沒喝多沒喝多 我當時就說 這男的不錯 全部三樣的男朋友 這喬喬的男朋友 不是我今天吼著呢 在你工作室 天腦裡看見 我什麼叫你 你承認 我 你給我 你美國 你 所以 你們倆 所以我們兩個什麼 都沒有發生 只是聊天而已 沒有嗎 你 你是一個對感情 只有零和一百的人 怎麼可能 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有什麼理由 來騙你呢 沒有嗎 喬喬我們真的 什麼都沒有發生 只是聊了一晚上天了 聊一個晚上 你聊什麼要聊那麼久 這個我不能說 為什麼 你想知道 你可以直接問他 但是我不能說 由我答應他了 不能告訴別人 所以我是別人 你們就認識了一個晚上 你聊什麼聊到 需要對我保密 你知道我認識他多久嗎 我認識他七年了 所以丁蕙強 你是不相信我是嗎 我信 你也聽說 我聽不懂的 推薦你 是嗎 怎麼會 我管理你 這還不是 我給你 你告訴我 你們只是隨便聊聊 你們要不要統一下口徑 再來騙我 至少這樣成功率會高一點 好反胖 啊 好 寻舞 我希望你能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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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着 还是有个多地方 我希望妳可以吃东西 我希望你能吃东西 我们太多的地方 我们都不用吃东西 可是我却可以吃东西 我说你聊天 好 我 要喝進去喝 我陪你 那種你總能看見我 出場了是嗎 可能是 緣分吧 哪有這麼多緣分 走了 唉 唉 幹嗎 我用不著 找你點假惺惺的可憐我 你辦不著用可憐這個詞 我是怕你坐在地上癢 再一個 也不雅怪 謝謝了 你想知道你可以直接問他 但是我不能說 因為我答應他了 不能告訴別人 所以我是別人 那天我只能說不定 那天我只是跟他聊聊天 那天我只是跟他聊聊天 就是東拉西扯的 隨便聊聊 你們要不要統一一下口徑 再來騙我 你知道我認識他多久了嗎 我認識他七年了 開心也好 傷心也罷 反正同樣的心情 肯定不會有第二次 你不會 真的想跟我在一個屋簷下 過一輩子吧 我不介意啊 你呢 享受愛情的滋潤 我享受工作 帶給我的成就感 小姐 你不能再喝了 我會想跟她說 我會想像你 你能吃什麼 你便吃下去 我會想像你 很難捏 我知道你 我會想像你 你也愛你 於 Brende 我會想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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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效果一样 我相信你 我不是一个 你用非常手段 要甩掉的麻烦吗 干扰我干嘛 觉得你这个人 挺有意思的 只是你的处长方式 太过刻意 我这个人呢 胆子小 又没有那么多心眼 不喜欢和爱作 自以为是的女孩 打交道 但是 发现你的本事 也就那么点儿 没什么好怕的 你挺自信的 我就没有旋开 先带给我 要不再酷 这頗多次 要不住 我带来 打枪撞 你 assistir 妈妈 谁啊 别敲了 开子 谁啊 妈妈 你怎么来了 不是 人要你抱 毛呢 我扔了 你扔了 你还说你会照顾他 你说你会负责的 你们每个人都在骗我 骗我 不要 不要 我要我的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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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日本找你 结果没有找到 我还以为你是故意躲着我呢 没想到你却暗时来接我了 我很高兴 你这次你怎么找到 不要 你去找我 你去找我 你帮你帮你 我去找我 你帮我 你去找我 你帮我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你还不走啊 过会儿大堵车了 没关系 我再赶紧工作 慢慢再走 做动作的助力 可真不容易 您是坚持最久的那个了 加油啊 嗯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拜拜 我走了啊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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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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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边 你必须消费 你必须消费 进来 节育快乐 谢谢 你怎么还没回去 等你 抱歉我今天有点时间 我帮她送你了 是啊 对了找医生给我打电话 你最近没有去找她 我已经好了 我已经不需要再去看 心理医生了 只要你好好地 跟我在一起 我就不会再去偷的 你说的 让我把心理的情绪 化出来 也许会好得多 我都听你的 我会好好看 这就是你说的 你要处理的事情 你们不是要离婚了吗 想给我们改天 谈这件事情好吧 为什么要改天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 不用一起把话说清楚 局里面太过分了 我就算和秦子离婚 和你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什么叫没有关系 我们相爱 你跟她离婚 不就是为了 跟我在一起吗 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我根本就不爱你 秦苑 我对你 我对你已经尽力了 希望你能证实自己的心理疾病 不要再逃避 积极地配合治疗 还需要自身顽强的抑制 和坚定的信念 你的病迁才能有所改善 嗯 我知道 赵医生 这么快 听到别的 我希望你能证实自己的经历 你能证实自己的担忍 噓 你能证念 你能证实自己的心意 真好看 是吧 我也觉得 你要试试吗 谢谢 没事 不是每个被偷的人 都愿意用接受赔款来解决问题的 况且 他这次偷到的数额实在是太大了 已经超出了民事调解的范围 他也不是出范围 你不可能这样救他一辈子的 你回去吧 我们会根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理的 所以 那次我没能求你出来 我知道 你那个时候遇到创作瓶颈 但即便我不出事 你要用你的名字出版我的漫画 我也不会有意见的 但是你不能利用那个时机 说都不说一声 就擅自剽窃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要轻易地说对不起 说了对不起 就等于认了错 我还想听听您的解释呢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该做的都做了 我现在只是真心的项目 不偿你 如果你真心觉得你亏欠了我 你大可以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把盖世佑我的名誉还给我了 你一直都这样我做不到 你知道这样我做不到 这不仅仅 会影响到我 我被我爱为一阵根断队 如果 如果你能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我可以 我愿意用其他的方法补偿你 其他方法 比如呢 比如你想要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出一本 童样是黄言的漫画 你这么有才华 不会因为我的错误 耽误你的人生 你会亲自 过得还幸福吗 我们 分开了 我们不提过去的事 你要是真心想补偿我 那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你 和我在一起 我 嗯 小美女啊 你醒啦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要不要先洗个澡 没关系 不用 我 我还着急睡上班 你得赶紧换衣服了 不不不不着急不着急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早餐呢 奶奶 您怎么跑楼上来了 您这膝盖又不疼了 我不是急着看我孙媳妇吗 快下去吧 快下去吧 走走走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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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走 我怎么听说 这姑娘是喝多了 自己找上门的呀 甭管是带回来的 还是找上门的 只要罗商自己喜欢就好 他也到了 该谈对象的年龄了 你们啊 就等着抱孙子吧 对不起啊 我昨天晚上 又失态了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喝醉酒 就刚好被你碰的 我说你那也要 我说了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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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好 我说你 我说你 好 你都找到我家里来了 还值得碰你啊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了 别说那么绝对 终于被打脸了 我也跟我自己说 以后绝对不要再喜欢 绝对不要再关你 就算你找过来 我也绝对要冷漠一点 可结果呢 昨天你一进门 就吵着要牛蛋了 一见着他 马上抱过去 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所以看电影那天是你生日 你怎么不早说 早说有什么关系吗 至少我会陪你看完那场电影啊 其实昨晚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以 怜悯的话还是不要再说了 走吧 下楼吃早餐 乔乔弟晚上没回来了 我们这帮寄生虫还在别人家里 心安理得吃早餐 我先走了 你到底我没有对不起乔乔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 我姐不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人 你不应该那么问她 我知道 就是担心他们两个 如果真的是个误会 为什么不能解释清楚呢 乔乔为什么一个晚上都不愿意回来 乔乔姐昨天跟那个男的一起走的 没准他们一直在一块呢 反正这是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事 我们还是别过多参与 我姐说了 女人之间的意见越给越乱 whale 喂 你有什么事 导演导演 什么时候轮到他来要求我了 要不是只有他一个导演 爱干不干不干拉倒 以后这种事别来发我了 这要做美食节目 教人做乐饭得了 聊什么情感关系啊 别以为公司给你开了节目 就聊了 一个新节目能存活多久 不一定的 节目的方向 什么时候也不明 我只是安安 上了你的节目就是行 一天天野哥野哥的 叫人挺顺利的啊 再跟我胡说八道 一句试试 再打我去试试 你也不让他自己 什么山寸敢 这么跟我说话 我能把你招进来 也能让你立刻走人 你看成天野到时候 是不是还能放你 没打扰到你吧 没有 别受影响啊 这部立刻 你会很好的 我会不会 你会这样的 我以前那样的 你会不会 跳着 舞台里的 我以为我 你会不会 你会不合你 我们家庭 底部 其实 莉莉舟和公司的合约 就剩半年了 而且公司也不打算跟他续运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把你从他个人手里面 请出来 以节目的名义 正式请你作为撰稿人 毕竟你要跟着一个 即将过期的主持人 前景应该是不会太好看 程大制作人倒是 公司分明啊 那是当然 就是论事而已嘛 良情折磨而期 别浪费自己的才华了 首先呢 我不是什么跟着他的人 我们两个算是 各取所需的合作吧 其次 我之前真的没怎么看过 一周立秀 所以 目前只是说 这份工作 比较适合我 但是不是我有计划的 职业前景 本来我就打算着 什么时候我写累了 写乏了写不动了 我就撤了 所以 签约就还是算了吧 再考虑考虑吧 我们在做投资管理的时候 不要因为改方案的时候 就矫枉过正 导致重点 转向下游服务 下游怎么了 没有下游的客户 怎么会有上楼的盈利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重点不要转向下游 对吧 我们当然要好好的服务客户了 毕竟我们是做投资的 只有保证APP的盈利模式 我们才有钱赚 赚钱赚钱就知道赚钱 人家唐总就跟你不一样 人家的初心 是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只有有初心的人 才能做大事 淡兮兮 不是 我觉得 咱们说的不冲突啊 可以上游下游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是吧 谈工作呢 能不能不带关心 我是在谈工作啊 情绪怎么了 情绪呢 是最基本的人性 我就跟某些人不一样 口是心非 铁石心肠 过河拆桥吗 不是 你说什么呢你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我又没有说你 我说的是某些人啊 还有啊 滕总呢 是我单向服务的客户 你们就别瞎操心了 有什么问题呢 我会直接跟滕总沟通的 毕竟在滕总面前 没有人比我更有幻觉 那这个项目接下来 我跟希希对接 不是到我和老胡去 走走走走走 走 乔乔 昨晚上去哪儿了 我一直在你们家小区 能够等你 我们有必要跟你报备 不是 我们需要谈一谈 没什么好谈的 我跟你们 包括在山下 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根本就是个误会 我可以把那天 发生事情都告诉你 我不知道 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一直聊天 聊到天亮而已 说完了吗 瞧瞧 说完了就这样吧 我之所以听你讲 不是因为我想知道 是因为我太了解你 如果不让你说出这些 你是不会放过我 你要真了解我 就不会这么说了 是 我凭什么说 我自己了解你 七年了 七年了 我们从来没有一天 曾经聊天聊到天亮过 七年的相识 竟然比不过一个晚上的缘分 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小小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失去我们可能 重新开始的机会 重新开始又能怎么样 我们最近不是刚刚找回 以前的感觉吗 以前的感觉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们了 以前的感觉不用再找 也找不回来 文森 跟我在一起你不累吗 我为什么会累 我们的互相防备 是从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 就注定无法被抹去的 这跟你我之间的职位 或者是距离没有关系的 是什么意义 是无法再抚平的 对你我做不到完全的信任 你也不会给我一个真正了解你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样的关系继续下去有什么意义 是无法再抚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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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我做不到完全的信任 对你我做不到完全的信任 我知道即便没有温柔雪 你还会有其他人 我不愿意把我自己的想象力 都放在你身上 我希望可以用它为自己创造更好的价值 那以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当然 我们不只会是朋友 是同事 是竞争对手 更是敌人 是除了情感关系之外的任何一种科目 等咱们在遇见的时候 不用对彼此讲情分 我会尽全力 希望你也是 不是三点钟才上课吗 我约了个中介先去看看房子 然后去学校 我是不会搬出去住的 我是不会搬出去住的 我跟你说过 我要你和我在一起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照样我说了我想照顾你的 那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什么意思好像并不重要 在我这里 你似乎没有话语权 你稍等我一下 我换身衣服 就跟你一起去上课 你去学校不合适吧 怎么了 你是嫌我丢人 还是嫌我麻烦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外却学生上课 我爸没时间照顾你 我原本就是你的助理 我跟着你 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你抢走了我的处女座 难道 连我工作的机会 你也要剥夺 我在楼下等 杜老师 你不是说过吗 要帮我出一本漫画 我已经好久都没有画画了 所以 我想要去学校听听你的课 尽快找找感觉 你不要有压力啊 喂 哎呀 你也早要听什么 你也不在哪里 亚队 你才不在哪里 都在哪里 你也不在哪里 我现在不在哪里 oui 哎呀 你本来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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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昨天给你们布置的作业 完成得怎么样啊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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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继续研究 漫画中的角色 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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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别里科夫的课堂上 遇见了另一个别里科夫 我还以为自己 在看真家美猴王呢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不故意地就值得被原谅了吗 我不奢望你能马上原谅我 但我希望你明白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伤害你 那时候 我刚从监狱里出来 身无分文 又无依无靠的 我必须得马上找到杜老师 才能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可是我联系不上他 我怕你看不起我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才会利用你喜欢别里科夫 这件事情的 你为什么会进监狱 因为偷东西 那你为什么非要找到别里科夫呢 你跟别里科夫是什么关系 我一直是他的助理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依靠的人 回国以后 回国以后 我们就一起生活了 这么说 他是照着你画的 不帮女生 可能是吧 想要跟着我 你跟着我 那天我靠子成 鲁邦女神的时候 你那么生气 是因为你原本画的是齐悦 你觉得我比不上他是吗 你认识齐悦 何止是认识 当初他就是利用别里科夫的身份 骗我照顾他的 我还因为这个事 跟我姐吵了架 离家出走 之后才在漫画书店遇见你的 抱歉 又不是你犯的错 为什么道歉啊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嘛 他是我原来工作室的助理 就这样 就这样 那你为什么把他 画成你漫画的女主角 把你什么小偷 变成冠敏堂皇的女士 他 他也偷你东西了 我有什么好偷的 他差点偷了乔小姐的项链 小阳 他刚刚出来不久 无依无靠 我有存在帮他 冲建他的生活 怎么建立 那他祝你自己 那就对吧 在你存在买的 非常好 他做什么 你的事 我都理解了 我ету�를 你怎么解决我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那会算一样 你不愿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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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 要债的 大哥 我知道了 我这两天把手头有点紧 能不能稍微再给我宽一宽 一周再给我一周 成赖仗是吧 不是不是 已经拖这么紧 不能再等了 兄弟 我们也不想为难你 但你也别太为难我们 今天是在这儿的 明天我们就去你楼门口等的 后天就直接去你办公室 看你也是个体面人 别把自己搞得太难看了 你们别乱来 我跟你说 刚才我已经录好视频 发给我朋友了 你们再敢动他 我朋友一定会报警的 放开他 我删了 不是不是 有声冲了我跟他没关系 对 来来 我们正常要这儿 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 我们也要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你把视频删了 既然没有什么可怕的 为什么要删视频啊 让你删你就赶快删 阿絮你怎么了 你怕什么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跟你们说 这个地下车库 到处都是监控 你们要是再敢乱来的话 等一小点声 你别把别人招来 赶快删了删了 所以你真的欠钱吗 你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吧 不是连你都说我怂吗 我哪儿来胆子干违法的事 段旭 你不跟我在一起 是不是因为这个呀 所以你怎么想吧 你欠了多少钱 我替你还 我 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借给你你去还 哎呀 两个人相互喜欢在一起 相互扶持就是应该的啊 而且 一点一点还 总能把钱还上的 你现在事业处于上升期 只要你好好做项目 好好挣钱 那办法总比困难多呀 我说你这一天天的 哪儿来的这么多 莫名其妙的正能量 哎 你 这位先生 你好 让我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 从现在起 我就是你的正能量小公主 不怪你的人生多么沮丧 我都能陪你一路高歌 住就美满人生 娶我 绝对不会后悔的 好吧 先吃东西吧 哎呀 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你的事情 就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那两个人不是还要去公司找你吗 到时候自己去问问你 哎 别别别别 哎 我发现你这人 不但是结婚狂 你还有圣母病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会消极地 对待自己的爱情 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有难 无动于衷 你吃啊 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吃嘛 好 那这样吧 你跟我回家吧 我让你看看 我到底为什么不能跟你们在一起 抱歉啊 让你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找我 应该的 上车吧 好 原来你们之间 还有那么长的故事 故事 事故 都挺多的 你跟她认识那么久了 你跟我说的那些事 她都不知道吗 我们处在同一个集团 会有很多顾忌的 那万一她利用这些弱点 踩着我肩膀往上爬呢 我宁愿她怨我 我作为一名男人 我也不希望一个女人可怜我 总之呢 跟你说声抱歉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跟我完全用不着道歉 不知者无罪 我们两个 就是在异乡遇见的陌生人 就像我对乔乔 我可以跟她解释 但是我也没有必要跟她道歉 是一个道理 是 不知者无罪吗 还少跟你说声道抱歉 不好意思 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 本来就很脆弱 必须得小心翼翼地 守住一些底线 才能保全 我一直嫌很烦 所以我没什么女性朋友 乔乔是我为数不多的 女性朋友之一吧 应该说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后还是动成这样了 确实还是有点难过的 我听你刚才这段话 能说明你活得挺通透的 如果乔乔 没有这么通透的话 我和她相处起来 会更容易一些 她总是逼我给她一些 我根本就给不了她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应该没有什么前意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对她就有点不公平了 毕竟你们俩出现在 我们面前的时候 是情侣的关系 虽然过程我不清楚 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对她 应该是有歉意的吧 明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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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个麻辣烫的汤 有什么好喝的 小心上火 我已经够上火了 不差这一口 好 来 一会儿吃个苹果 刚才啊 乔乔给我发信息说 今天晚上加班 不回来了 我觉得她是在逃避问题 她以前 不管加班到多晚 都一定会回家住的 咱们得想个办法 让他们俩见上一面 不能总这么绷着 这么绷着的话 没处也绷出仇来了 男啊 都是爱面子的人 只要我们一提见面 他们肯定张口拒绝 那就 借他们个面子呗 反正啊 只要见上面就行 我姐说了 女人呢 容易翻脸 但也容易和好 实在不行 就 喝两杯抱头痛哭 什么时候什么愿 都解开 尤其是 在妈妈同一个男人 灯 人 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终于肯见我了 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发消息 还让小杨来转告我 我没有要见你 我在等希希 你俩见上面了吧 好好聊啊 别吵架 没什么是一瓶酒 解决不了的 实在不行就再开一瓶 女人不要为难女人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 如果我做点什么 能让你舒服一些的话 你就说 不用了 我也不是不想道理的人 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只是需要时间 你需要时间干什么呢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 就算有 也不算对不起我 反正我跟汤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 丁慧桥 我们俩认识那么长的时间了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是吧 我是那种做了不敢认的人吗 我就是因为太清楚你的为人 所以我心里明白 只要是跟你交过手的男人 不可能不留痕迹 你心里要是不爽 你可以跟我大吵一架 你没有必要这么阴阳怪气的 你有这一个 不管是前男友 还是暧昧对象的男人 你什么时候跟我提起过 不知者无罪吧 所以我没有说你什么 我就是想自己安静安静 不行吗 我为什么要照着你的习惯来呢 安静你可以回家安静啊 我怎么回家 家里那么多人 有我安静的余地吗 那里是我家 我想回去就回去 我不想回去我就不回去 你说我没错 那里是你家 是我答案的 该做的是我 好 新来的撞稿人 没想到观点还挺犀利的 文才又好 是啊 说视力一下就回升了 现在MeToo运动这么火 下期我也想讲一讲 昨天晚上我自己打了个考稿 看看 怎麼在這個基礎上 再發展一下 角度最好跟目前 已經有的聲音 做的差異化 犀利一點也沒有關係 反正我現在要的 就是熱度和收視率 唉 我試試吧 現在 這個話題太敏感了 不能只追求表心靈 你沒問題的 觀眾買你的賬 我先去跟導演說說 你想想論點 一會兒回來咱們倆再溝通一下 我今天想稍微早點回去 因為我家裡有點事 怎麼了 需要我幫忙嗎 小事別擔心 行那你等我一下 我很快就回來啊 好 好 方便嗎 嗯 方便 謝謝 我昨天在後勤那兒 看了你最新的一期節目 稿子寫得真好 哦 那哪是我的節目啊 那是 莉莉周說的好 光靠講得好就有人看的話 之前收視率也不會掉成那樣 他太自戀了 我給他寫的稿子 都被他改得面目全非 收視率就越來越差 他也改你的嗎 偶爾吧 一句兩句的 畢竟是他來講 話還是要順他的口的 木曼你說 我今天來找你呢 其實是有個大膽的想法 我想請你幫我寫稿 報酬好說 我給你署名 這樣不好吧 你不覺得不公平嗎 創作是個人的勞動成果 一字一句裡 全都是你過往的人生 積淀和信寫 這最能體現 歌月魅力的表達方式 你之前的公眾號 我看過 那字裡行間的小叫 多迷人啊 雖然你沒有用 溫如雪這個名字 但是這個公眾號 代表的就是你自己 可現在呢 你的每一集稿子 都被別人大淫不殘地 數上了自己的名字 就好像是自己辛苦 生下來的孩子 就被別人抱走了 這憑什麼呢 署名權是我自願放棄的 我想要回來 隨時都可以啊 我是該說你太天真了 還是該說你太不了解 李李舟了 我給她寫了那麼久的稿子 不過是因為我是公司的 正式員工 她才不得不給我 屬名助理撰稿人的 那你呢 真白著起來 你拿什麼去正視自己 我節目收拾裡 趕上來了 只要我們兩個聯手 一定能把李李叔 甩在胡桃 到時候我們各取所需 你命令雙收 何樂不為呢 怎麼了 還做了幾期節目 就江郎才進 上我這兒挖人了 也太自不量力了吧 趁我沒有說出 更難聽的話 之前趕緊給我滾出去 我勸你別太自信了 真正有能力的人 怎麼會默默無聞地 效忠於你呢 來了白酒粗 咱們今天幾點能開始啊 我晚上還有點事 哦 我崔岳導演那邊 不會耽誤你事的 哎 一號休息室還空著 你先去那邊休息一下吧 謝謝 我便沒有答應他 難道這不是重點嗎 你就不應該 跟他有這場談話 我跟他勢不兩力 你看不出來嗎 可是我跟他 既沒有冤也沒有仇 他進來跟我說兩句話 我 我應該怎麼樣 不理的嗎 這樣不過分嗎 過分又怎麼了 我是挖掘你的人 我是給你發錢的人 你就應該看著 我的臉色行事 站錯了對的話 我還是要說 我應該看不出來 你有annen 我都美國 有些人 有信心 幫我 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